大家好,歡迎來到長哥行,我是趙長哥 端午節到了,祝各位觀眾朋友們端午節快樂! 端午節是紀念戰國時期的楚國大夫屈原 而傳承下來的節日,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看到今天話題的詩就是尼蘇 尼蘇能表達出億萬民眾的心聲,主要在於一個尼節 在中共的極端統治下,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背井離鄉流離顛沛 飽嘗與親朋好友的離別之苦,被迫隔斷曾與自己聯繫的一切 踏上他鄉陌生的土地 旨然說,悲邪生別離,有多少曾幸福的家庭 多少曾經正義的組織,如今已是支離破碎 在大時代中,人們因為離散而感到悲傷痛苦 不過,這個離自暗痕的第一個玄機就是 中共這一個讓民眾如此痛苦,如此憤怒的政權 所有人早已與其離心離得,早已分崩離息 已如我詐,扶紐不堪 中共距離徹底滅亡已是指日可待 我發出長長的探飾聲 抹著眼淚,哀嘆如今的民生如此艱辛 獅子山下香江歲月有過繁華,有過自由 這是港人的過往 事宜午夜夢醒,仍然不願相信 昨日的自豪,昨日的驕傲已經逝去 醒來後,仍然想伸手去觸摸昨日的快樂 體體日曆 時間已是2022年 一些痛苦的回憶頓時湧上心頭,忘不了 2019年香港經歷一場又一場的反送中示威遊行 8萬民眾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街頭 希望以團結的心聲,讓當局了解港人需要自由 有如而離不開水 建議港人的呼聲一次又一次地被漠視 被壓制,被黑而歪曲 在香港街頭有無辜的市民被白衣人嘔打 有義務急救援遭警方爆眼受傷 有示威者和市民遭到警部濫捕 有前線抗爭者被警方打傷 一場反送中運動有幾多港人遭到送中 有幾多的夜晚夜深人勝時 有些過往和疑問迎搖在心頭 揮之不去,人總得往前走 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 惡法之下人人自危 國安法明文定罪 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恐怖活動 以及勾結外國勢力 每項罪行,最高軍可判囚終身監禁 陰霾下人人膽戰心驚 洪仙就在腳下,隨時可能踩到 憤怒、痛心、無奈的複雜情緒 充斥在每個人的心中 2021年,事情變得更糟糕 1月,警方針對2020年的民主派初選進行大搜捕 以涉嫌違反《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 拘捕53人,並搜查多個住宅及議員辦事處 5月,《蘋果日報》指回停刊 最後一期報紙上的載會珍重致養 讓人心中五味集塵 12月,《立場新聞》停運 其高層遭到拘捕 2022年初,香港疫情大爆發 醫療崩潰,急症失人滿為患 4月,香港殯儀業商會理事長郭外邦表示 公眾鏈房爆滿 港府不得不增加太平間空間 我寧願持別人世,寧願流亡 亦絕不同那些卑劣者和流合污 航蟹一氣 香港那個很多人出生成長的地方 再不是記憶中的地方了 2019年反送中事件爆發後 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 大量港人被迫離開曾經的住所 移居世界各地 香港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 過去60年來 香港人口幾乎每年都在增長 從1961年的320萬人 增至2019年的750萬人 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 很多港人還是堅持流下來 港區《國安法》實之後 2020年有9.3萬港人移居海外 2021年香港失去了2.3萬名市民 據初步預估 今年將有更多港人離開香港 有很多港人的記憶中大逃港 這是1950年代和1962年 大陸人從大陸逃亡香港的歷程 那時的香港是一個溫暖的避風港 如今不想離開 也要暫時告別了 香港人開始移居英國 美國、加拿大 新加坡、澳大利亞、日本 韓國、迪拜、泰國 甚至是阿聯酋和沙特 從前香港時尚生活方式網站 以推薦城市最美美的點心和足部按摩店的文章為主 現在最熱門的文章 以搬家的代辦事項清單和告別禮物指南為主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 一直留守在香港 今年4月 鍾建華也離開香港飛往英國 談到自己的離開 鍾建華說 我不想見到我90多歲的父親 80多歲的母親去荔枝閣探我 我一想到 就很難承受 這是其中一個我決定 因為危險信號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決定要走的其中一個還要考慮 鍾建華還談到去年有一段日子 每個星期都有舊學生請他吃飯 跟他說要移民 當時我也接觸過幾個中學教師 都是教通式科的 他們說他們都想繼續守下去 所以都續約 很可惜 我認識的、熟悉的幾個都在 去年11、12月跟我說 下一年我不再續約了 我不可能按照那份課程大綱教 說不出口 你明知道那是方話 怎麼說得出口 我做不出 明年我不做了 鍾建華說 我經常相信 不正常的事不可能長期維持 如果他們不去嘴重搬生活 屈曲自己 扭曲自己的話 有些人會扭曲自己 如果他們不扭曲自己會很辛苦 但我希望這一群人 可以繼續抱有盼望 相信明天會更好 相信不正常的事會有一天被扭轉 希望是這樣 鍾建華說的這種情況 不就是屈原所說的 靈恰死以流亡是 如不忍為此太也 我的心會按照正確的事去做 即使經歷多少大的危險 我亦不會後悔 對於很多擇善固執的香港人來說 對於過去的抗爭 為爭取自由做過的努力 永遠不會感到後悔 雖然在香港 很多媒體被染紅了 很多被關閉了 但還有一些媒體還在繼續堅持 雖然很多香港人移民了 但是 他們仍然在堅持發聲 鍾建華就是其中的一位 也有很多人雖然沒有很多機會發聲 但是他們一直在堅持正義 堅持為正義打氣、加油 鍾建華講述 搬到英國頭幾天 在一個小鎮街上遇到一位來自香港的老太太 對方 在遠處認出他 走過來跟他打招呼 並合影留念 老太太說 自己移民到英國已經有幾十年 從來沒想過香港會變成現在這樣的狀況 說要為他打氣 鍾建華對此十分感動 他回想到另一些難忘的人 自己當初還在香港的時候 很多老人如果認出他 會好心地勸他快點離開 他說 香港人在英國 會繼續為香港發聲 傳達真相 積極參與支援工作 被問到會否擔心言論影響家人時 他說 應該說 他們擔心我多於我擔心他們 其實到我要說走 要申請簽證時 我的兒子他們都鼓勵我走 他們都擔心早晚會整治到我 但是會否因為我過來了 而他們也認為一起過來 我等他們自己考慮 鍾建華說 我有個朋友他問我 你可不可以不要說那麼多嗎? 我在香港時他這樣叫我 到我走了之後 他又問我 你在英國會不會像以前那樣說那麼多嗎? 反正都到了英國 我就說 我生於香港 長於香港 香港是培育我的地方 而我這麼多年來 我都是 就公共事務發聲的人 我離開香港是因為現在的香港社會 不容許我發聲 所以我到了別的地方 我更有責任發聲 那些黨人是這樣苟且偷安 其實他們已經一步步走向死路 我想說的屈原的尼蘇宗的第二個玄機就在於此 雖然尼蘇宗有暫時的悲傷 但是其中藝藏有天理 還有人道 這就是奸邪的為惡的 奇度很合宅和黑暗的 他們越是走下去 其實就是越走向滅亡 中共已經到了窮途末路 我們在之前的一期節目 《中共徹底滅亡十大徵兆到齊》 終於跟大家分享過 這幾天 剛剛在美國、香港、台灣上映的 《荷里活電影 壯志靈魂2 獨行俠》 挺起了腰 不再向中共下跪 又是一個例證 該片的2019年的預告片中 台灣和日本的國旗被神秘地移除 並以隨機的符號所取代 當時引發了影迷的憤怒 影片本應該在2020年上映 由於疫情爆發而被推遲 時隔三年 令影迷們驚喜的是 湯國路斯飾演的《米切爾中衛的皮褲》 後面的同案中恢復了中華民國和日本的國旗 兩國的國旗不僅被恢復了 甚至還有一個特寫鏡頭 荷里活曾屈服於中共的政治要求 如今 其在多部影片中 敢於碰觸中共的敏感神經 已經說明 中共已經是強腦之末 衰竭到底了 我想說的第三個玄機 與紀念屈原的端午節習俗有關 這個節日 有讓邪俱妖 俱易隨邪 俱禍迎福的意義 雖然我們在端午節回憶了一些 與別離有關的事 但這個節日的寓意是吉祥的 這個傳統節日或者在啟示著我們 善良正直的人們 最終一定能讓邪俱妖 俱易隨邪 俱禍迎福 祝大家端午節快樂 觀眾朋友們 以上就是祥哥恒今天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點讚和留言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